大家好 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这期的热点深度继续关注李尚福 过去十几个小时 全世界各大媒体都在问 中国的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出了什么事 搜索社最新的报道提到 李尚福几乎已经确定正接受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 那据一名地区安全官员和三名 与中国军方有直接接触的人士说 对李尚福的调查与军事装备采购有关 但具体到是哪些设备采购受到审查 这类详细的信息 暂时还没有 其中有两名与中国军方有直接联系的消息人士提到 李尚福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任职的 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八名高级官员 也在接受调查 两名消息人士说 对于李尚福和上述八名官员的调查工作是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 李尚福在今年3月出任防长之前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装备发展部的部长 现年65岁的李尚福上一次公开露面是8月29日 当时他是在北京举办的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上发表演说 8月稍早他还曾出访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一位和中国军方有直接联系的消息人士以及两名知情的外国安全官员提出 李尚福是结束这一趟行程返回国之后就遭到调查 而稍早的《华尔街日报》则直接引述一位接近中国决策层的人士透露 中国国防部部长李尚福上周就被带走问话了 一位美国官员说 基于情报他们认为李尚福已被解职 报道还指出三位美国官员和两位听取情报简报的人士说 美国得出的结论是已超过两周没有公开露面的李尚福已被解除了国防部部长的职务 华尚顿邮报的相关报道则提到 中国国防部部长是因腐败接受调查 一名中国官员说李尚福即将被免职 但他认为这是因为健康问题而不是腐败 然而两名参加中国国防工程的相关人士则说 人们普遍认为李尚福的缺席于他之前担任军事采购负责人的 腐败指控有关 在9月14日晚金融时报的文章是率先提到 美国政府是确认中国的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已遭到调查并被解职 并认为这是北京军事和外交政策经营阶层出现动荡的最新迹象 而继中国外交部部长秦刚和中国的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之后 李尚福是近期第三位遭调查的高官 恐怕近期北京也将发布撤换房长的人事命令 然而秦刚和李尚福都是五人帮的国务委员之一 地位是高于一般部长级的官员 但上任都是不满一年 除了事除了各大媒体都在报道李尚福 美国的驻日大使也再次调侃了李尚福这次持续的失踪 当地时间9月15日上午 美国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在X平台发帖调侃李尚福 他说正如沙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写的 丹麦有些东西已经腐烂 第一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三周没有音讯 第二他没有出席越南之行 现在他缺席了与新加坡海军总长的预定会议 因为他被软禁了吗 那里可能会变得拥挤 好消息是 他听说李尚福已经还清了碧桂园房产开发商的抵押代管 而另外一遍 中国的解放军报刊发文报道说 强调有关补齐影响火箭军部队战斗力建设的短板弱项 其中就提到中国火箭军某部队在一次演习实地评估中显现了缺点 这表明中国军队在监管常规导弹和核力量方面的战备能力存在差距 就中国火箭军暴露的短板 中国军队的官方报纸是援引火箭军某部队县党委的领导 针对在最近的一次实地调查 发话说 必须天天越越对训练和备战中的问题进行评估 以消除问题和困难 而据中国热门的社交平台微博的官方账号说 自8月以来火箭军已至少进行了两次演习和训练 解放军报的这篇文章还说 今年以来火箭军政委等党官多次深入演练前线 评估部队的战备状况 报告还说 他们的精神应该集中 报告还指出 火箭军某旅人员编制不足 而在今年7月26日的时候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公告 要求相关人员举报自2017年10月以来 军被采购招标的腐败线索 倒查事件正好是2017年9月 立上福接替张又霞 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之后 军委装备发展部曾表示 公众若在过去的6年时间中发现以下情况 包括操守缺失 辣邦结派主动泄密 监管缺失等问题行为 应向该部提供线索 同一时间 习近平还强调了这个要坚持 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 压紧压实各级管党制党政治责任 把政风肃气反腐不断向纵深推进 这是在7月26日 他视察西部战区空军时 所强调的讲话 在习近平讲话和中共中央军委公告之后 在7月31日 中共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火箭军的司令王后斌火箭军的政治委员徐熙胜晋升为上将 这意味着李玉超已卸任了火箭军司令员 徐中坡已卸任火箭军政治委员 其中李玉超卸任火箭军司令员是打破多年以来的惯例 他才60多岁 一点 在2022年升任火箭军司令员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便突然卸任 创下了2015年火箭军成立以来任职时间最短的记录 据此前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正对李玉超副司令员刘光斌 以及前副司令员张震忠展开调查 那这一次李尚富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消失了两周多呢 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就提到 在7月中国当局突然宣布解除火箭军司令员 李玉超和政委徐中坡的职务 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接着程东方少将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院长 仅8个月之后也被解除职务 也没给出任何理由 现在是李尚富 由于前面所有四位的任命 即使不是由习近平亲自决定 也会得到习近平的批准 因此他们的下台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他的判断力 或使他有效审查人员的能力的质疑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四位问题都和火箭军有关 近年来由于火箭军一直在负责中国核武库的重大升级 其在军事预算中所占的份额被认为是有所扩大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存在任何明确的腐败 但大规模的军费开支计划 常常导致贪污回扣和其他资金的滥用 另一种可能是 李尚富与他本人长期参与武器开发和采购有关 这是腐败的另一个卧土 而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 李尚富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了30年 最终成为了这个中心的主任 但可能还有其他几种解释 比如没有遵守习近平的命令 或者再次违反军纪 作为国防部部长 李尚富主要是负责于其他国家的军事关系 并不负责军事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的解职可能不会对解放军的战斗能力 产生一个立竿见影的影响 美国在2018年 在川普政府时期 已参与中国向俄国购买武器 违反美方制裁敌对国家反案为由 制裁了当时担任中国中央军委装备 发展部部长的李尚富 拜登政府上任后 维持了对李尚富的制裁 中方也以此为由拒绝安排 中美两国防长兼得会面 让双方以低迷的军事关系持续恶化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 印太项目主任格莱伊就说了 李尚富的免职可能会有一个好事 那就是可能是有助于美中关系 军事关系的这个重新的缓和 因为消除了中国坚称会阻止 与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丁会面的障碍 他说啊 我不认为这会质疑到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 但他应该提醒人们体制中存在着多少腐败的现象 那么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 也公开的说啊 李尚富没有出席本周与新加坡海军司令举行的会议 而在9月15日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 被要求进行评估这个李尚富事件时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是回避了这个问题 只是说我今天没有任何内容可以给你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格雷福和您喜欢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